我訪問 最近電台訪問 有一個人是叫做性治療師 她是叫童松貞小姐 她說她總共 到目前大概看過兩萬 就兩萬多個人來看她的門診 在台灣這麼多 台灣她是大概說 我記得沒有記錯的話 台灣大概有幾千個 五六千個 因為她在中國也有開業 中國大概有一兩萬人 然後我跟她說 中國跟台灣的 在性這個部分 來看診的人有什麼差別 然後她說 台灣的好像都比較正常一點 她說中國那個就很 很怎麼講 很 變態 講變態嗎 她就因為壓抑的社會 過分壓抑的社會 你知道她怎麼說嗎 她說 曾經有那個來求診的人 她要怎麼樣才有辦法 有辦法勃起做到性 要女生 給她吃 她才有辦法勃起 天啊 可是女生怎麼做得到啊 對啊 太變態了 那就是日本A片看太多 她說真的有這種病例 你想一想 這樣的人 交女朋友容易嗎 不容易 你覺得她有辦法結婚嗎 或者結了婚以後她 如果女生都不知道跟她結婚了 不會跟她離婚嗎 你看這樣的性的 性的癖好 讓我們多麼的震驚 對 對 這偏離常愧太遠了 有需要去看精神科了嗎 有需要去看精神科 然後她又說 她說台灣有一個病人是這樣 這個來看的時候 她說她們有生小孩 然後她說那有小孩有什麼狀況 說後來有小孩以後 她先生就不跟她做了 那她說其實從結婚到有小孩 生了兩個小孩 其實她們總共也沒做幾次 那為什麼會 也這樣也能懷孕呢 因為她說她先生 之所以不想做的原因 是因為她先生包皮沒有割 所以呢 那個就是一直都 只要勃起就很痛 那可是勃起沒有割包皮 那個精液會不會跑出來 會啊 所以太太會懷孕 那先生因為會痛 所以不想做 那後來呢 她就跟她說 那你這個包皮一定要割 然後雖然你年紀不小 可是割會讓你比較舒服 而且你裡面一定髒得不得了 這樣會讓你先生 你太太有病 結果她說 去割包皮的時候 裡面那個垢啊 是硬的 天啊 都結實了吧 難怪她會痛 所以難怪會痛 對 可是她說 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性治療師 他們一輩子就這樣過 可怕吧 對啊 太太也痛苦 因為老公不跟她做 對啊 老公也痛苦 因為她沒有 她沒有那個勇氣去割那個東西 對 是 對啊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 不是每個人 就是說社會上有很多 我們不了解的狀況 對